我身后这台房车99.9%的人都没有见过 真的是改的真的是太棒了 现在带大家上去看一看这个房车 这是我长这么大 在外面旅行67年 第一次见这种房车 走 看到外面这个大彩灯之后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干嘛的吧 你看生活 生活苟且 喝杯拿且 咱们上去参观一下 大哥我参观一下你的车可以吧 可以啊 关键你这个车又是卖咖啡 又是理发的 到底是干啥的呀 我这是咖啡美发房车 又卖咖啡又剪头发 又卖咖啡又可以剪头发 剪不好头发的不是好咖啡师 太棒了 那我参观一下 可以 来来来上来参观一下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 又可以理发 又可以卖咖啡的房车 这个房车空间特别大 你看 还可以跳舞 空间特别大 这个地方就是一张 额头床 你睡觉就睡在这里面的是吧 对 你看这两边还有这么大的柜子 全是柜子 这柜子里面都装了一些啥宝贝 毛巾锅 装毛巾的 全是毛巾 你发用的毛巾 这么大的一个冰箱 120升的冰箱 你看这里 这里还有这个猫 这个猫是在新疆的时候 当时我在路上捡的 捡的时候它没生宰宰了 捡完了快一个月 开始生了 生了四个小宰宰 可以 哇好漂亮 四个小宰宰 咱再看看这边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理发区域了 对 这两个进来剪头发的区域 来 妮儿 给你把头发剪一剪 真的在你心动上 还有这个 做这个就可以剪头发了 哎呀 太棒了吧 这也 真的我是第一次见 有了感觉 有了感觉 对对对对 剪完之后你看这里 剪完之后这边 这边还可以洗头 剪完之后 这里这里还是一个洗头的 对这是平躺式的 碳式的洗床 你可以躺上去 躺上去 对对吧 哎呀 躺上一躺 就正常洗头 没事脚可以放那边 脚可以放那 哇 这真的是 就这就可以正常洗头了 哈哈哈哈 这还可以当一张小床啊 这样躺下去 别给我洗个头啊 没问题 太太棒了 真的 哇这里还有这么大个洗衣机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 这洗衣机是8公斤的 8公斤洗衣机 房车空间大放个洗衣机 说真的 每天换洗衣服直接洗 这上面是一个格力的空调 自热的 这个空调 就是家用空调 家用空调 家用空调 全部是这个软发的 这边是消耗品 消耗品 一次性消耗品 这些 哇还有一个洗衣间吗 对 卫生间 但现在卫生间基本上 我当仓库在用 我这次我都想把马桶拆了 因为我这个车从改完到现在 马桶一次没有用过 因为所有的地方都有卫生间 还是不实用 房车搞这么大个空间 不实用 我想把马桶拆了 因为马桶拆了 我可以储存更多的东西 因为你想嘛 营地都有卫生间 对 如果说是无人区刨个坑 对 我们是这样想的 我们那个房车也没有 没有搞那个卫生间 不实用 不实用 所以说我这次 总的把马桶拆了 哇 这里还有柜子 这个当这次放的有点乱 因为我从新疆回来 这些都还没有收 就颠簸来颠簸去 都有点乱了 里面放的是一些做头发的工具 啊 消耗品啊 包括一些这些精油啊 几点给你试试 精油 对 那这精油可以 推废吗 这个头发擦完之后比较顺 啊 搞头发的 我也搞身子的 哈哈哈哈 这边 这些东西是干啥的 这么多 这边堆的这些都是 牛奶 和那个生液乳 都是做咖啡用的一些原材料 做咖啡用 咖啡机 咖啡机没干到 咖啡机放这儿了嘛 这个就是咖啡机 对 这个咖啡机 这咖啡机 咖啡机 我这次那是制冰机 那个是制冰的机器 那你这个车的话 水电呢 我这是350升水 就是你那个洗涂床下面 350升水 这下面全是水 我的才90升 对 350升什么概念 350升 就是如果说 你的露营的话 可以用个八九天没有问题 哦 就是我做生意 就是剪头发 天天剪头发 也最少要用个三到四天 那电呢 26度电 48伏的 26度电 对对对 我26度电的话 那电的话都不知道要大几万呢 对 在差不多 电这一块 总共花了差不多这个数 5万 5万 连太阳能 那太阳能是多少瓦的 800瓦 800瓦的太阳能 二 26度电 48伏的还是 对 7000瓦的力变器 哇 那和我的就不敢想了 我的才多少度啊 哈哈 我这次就要是把太阳能 想办法要升到 看能不能做到2000瓦太阳能 哇 那这个底盘多少钱 这个底盘不贵 这个底盘13万了才开 13万 自动挡的吗 自动挡 自动挡这个底盘才13万 对 12都可以开 12都能开这个 那电也可以开啊 可以开没问题 哇塞 这底盘这么便宜吗 13万 但是底盘它只带驾驶室和一个大梁 没了 哎呦 我我我以为我以为连这个壳子一起 壳子是厚装的 那那改改下来一共花多少钱 呃32个多将近33 啊可以可以32 关键你这个水垫特别大 要是水垫小一点估计花不了这么多钱啊 对 那我问一下你你那个你以前是干啥的 我以前就是剪头发的 我就是剪头发 你必须得会嘛 这个东西我干这还有22年 将近23年了 剪头发剪了二十多年 对 做这个美业做了二三十二二十三年了 啊 然后就是也想去外面玩 是因为我们开店的商场倒闭了 哈哈哈哈 倒闭了 对商场倒闭了 哦 还好倒闭了 不倒闭你还在那里剪呢 对啊 商场倒闭了 倒闭了后来之后 我就搞了这个房车 这次出来玩了四个多月了 啊 那总共剪了多少个头发 大概 剪多少个我没数啊 这四个多月做了差不多有 一万一万六七千块钱剪头发的钱 啊 一万应该是一万七千多还是多少 我忘了 应该是做了一万七千 那刚好加点油够了 对对 已经够够加油钱 够加油 对 最主要就是还是想玩啊 对 主要因为 这几年一直是在做店嘛 我做店做这么多年啊 跟你做美发 你又没有时间长期出去吧 对对对 正好趁这个机会就干脆出去 哎呀我我真的特别佩服啊 真的 边旅行 然后可以边做咖啡 对 还可以边剪头发 挺好的真的 跟我们一样啊 我们也是边旅行边挣钱在路上 我现在其实这两年我就想先用这样的方式过吧 可以 好好听叫四河远方 不好听 其实就是想摆烂 就摆烂几年 去了哪些地方啊 我这次走的是西部大环线 从重庆出发走到318到拉萨 在拉萨休整了一个月 然后走219阿里南线到了新疆 然后走的挺远的 再从新疆叶城到喀什到阿克苏到库车 然后到独库公路 整到北疆 然后整个从北疆甘肃 然后南州临下这样回来的 哇 各位们怎么样 啊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啊 所以说好多人一直在家里纠结 要不要出去旅行 真的出来了之后 又能感受到外面的美景啊 对这个是的确是 我跟你说在我在开店的时候 心里每天是紧张的啊 有些时候甚至是压抑的啊 在外面实话你是转 你要说转到兜里的钱是肯定没有的 对对对 但是够你吃够你喝够你玩的 对对 但是 他的心理状态是啥呢 转多转少无所谓 今天有就转没转就算了 没转风景看到了 对就心理是很轻松的 他做饭啥都自己弄的啊 对我我做饭外面有一个柴油罩 外面有一个柴油罩 这么大的额头床啊 这个额头床是两米一长 一米三宽的 哇可以可以 这个车是五米九九长 两米外宽是两米四 两米四 对高度是三米 三米高 哇三米高 够大了够大了 两米四的宽 够大了长度是一米九九 可以可以 关键还是自动挡的 对自动挡 非常给力啊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大哥点个赞啊 谢谢 感谢大家了